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区车观点 我们今天为您试驾的车是Subaru Forrester 小改款的车型 那说起Forester这台车大家都昵称它是森林人 这森林人从1997年开始上市第一代车型 在2002年的时候上市了第二代的车型 那一路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代的车型了 那说起在台湾市场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因为1997年第一代上市的时候 因为台湾那时候要争取加入Gate 就是关税贸易协定 所以开放了日制车的进口 那时候当然Subaru在台湾也是有国产化 所以当时也导入了Forester这一台纯日制的车子 一路到现在第五代了 那说起Forester在台湾真正大放一彩 应该是第四代因为第四代那时候可以说是 Subaru整个品牌形象最巅峰的时候 从安全四轮传动水平对卧引擎 涡轮增压引擎在性能和安全这方面 我相信获得了很多死忠Subaru车迷的支持 但非常可惜的是第四代Forester之后 第五代车型在2018年推出了代号SK的第五代车型 全新大改款 台湾市场很可惜的没有涡轮增压引擎了 第四代的XT这个涡轮增压引擎的车型停止导入 都是自然竞技的引擎 那当然从第五代开始Forester在台车 随着市场竞争也比较加剧 因为几乎每个品牌都有中型的SUV的选项 所以呢整个销售的状况比较沉寂了下来 原厂在2021年6月的时候 推出了第五代小改款Forester的车型 那台湾总代的E-MAI汽车也非常快的速度 在最近也导入而且上市了 这一次的小改款它定位为小改款 当然在外观还有一些部分都有做一些更动 那最明显的就是车头 车头它采用的是SUVBARU新世代的BORDER的设计理念 所以在头灯方面 钱包杆方面 水箱护照方面 有非常大的改变 整个前脸可以说和小改款之前 有非常大的差异 那等一下外观的时候我们会再为大家来介绍 那比较细部的包括导入了新的头灯 还有LED的雾灯座 六角形的水箱护照 全新的18寸的铝圈 运动化的后保感等等 这是外观上的改变 那在机械上的改变也有一些 包含了悬吊系统以及转向系统的优化 还有它最著名的Special X-Mod 它的城市有进行一些优化 那车色的话也增加了旷野绿 墨野绿 以及典长中三个大地的车系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也是新的车系之一 那最后就是它的iSight 4.0 有升级了 现在已经达到Level 2的水准 其中还导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它的PCB也就是所谓的AEB 它新增加了转弯即煞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在转弯的时候 侦测对象的实际入口的行人 自行车和摩托车 如果有状况的时候 它在转弯的时候也可以刹车 所以iSight也有提升 这以上是新在哪里的部分 好 再来我们来看车系编程的部分 车系编程的部分和改款前 一样是维持两个编程 分别是2.0IL iSign 以及2.0iS iSign 那最主要是L跟S的差别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是S的款式 那动力上是都一样的 以对照同样都是日系 或者是进口车来看的话 价格上面算是比较一般 就是中庸的价格 但是它的整个四轮传动 以及水平队伍引擎 还有安全性 还是它最大的卖点 好 接着我们来看外形 外形是这一次Forester 小改款最大改变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车头 新的水箱护照加大了 那外框采用钢琴烤漆的处理 中间点缀一些镀铬的试条 那当然整个造型的风格 看起来是更孔无有力 跟现在一般的SUV的造型 朝向比较圆润 其实算是差别还蛮大的 保感当然也是全新的设计 那我们看到下半部采用的是 塑料原色防刮的处理 但是在咬花上面 它采用了比较细微的咬花 增添它的质感 那下半部还有一个 银色涂装的这个饰板 增添它的越野风格 那比较特殊的是哪里呢 比较特殊的是雾灯座 它采用三个横杠的镀铬饰条 来增添它的质感 那如果是S的车型的话 它的雾灯会是LED的 头灯的方面呢 头灯采用LED的头灯 同时也有主动转向的功能 那整个头灯的造型是不一样的 所以晚上亮起来的时候呢 车头的改变算是相当大 最大的改变是 它的日行灯 它变成上下两条 勾勒出它头灯的线条 那另外在方向灯的部分 如果是S的车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LED的方向灯 侧面来看的话 SUV不可欠缺的环车的防刮式版 Forester还是有的 但是和钱包杆下缘一样 它采用比较细腻的咬花 来增添它的质感 这个是小创意啦 但是对质感是有加分的 我觉得是不错 车身侧面呢 可以看得出Forester是一个 非常典型SUV的设计 所以它的设计比较方正 车高拉的稍微高一点 比较没有跨界的风格 但是呢 如果你喜欢SUV风格的话 这个造型呢 就是很正统的SUV的造型 那在细部的方面的话 它维持着非常日系的感觉 所以它在细部的装点 它都尽量装点得非常细腻 比如说窗框部分 它采用环框式的镀铬 后照镜呢 它不是车身同色 它上半员采用的是 类似镀镍的金属处理 这个质感很不错 在很多的欧系车上面有看到 门把方面 外拉式的镀铬门把 现在比较少看到了 但因为它是纯日系的身份 所以这是很日式的设计 Killis的话当然有 而且是触摸式的 这一点也没问题 好我们看到Forester的车尾 Forester刚刚有提到 它是属于比较正统的SUV设计 所以它的车尾呢 设计的是相当的方正 这意味着里面的容积 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到底好不好 点一下再来看 我们现在先来看外观 外观在车顶上 有鲨鱼鳍的天线 跟车身同色 尾翼的话是大型的尾翼 旁边两块比较可惜 是塑料的 没有做钢琴烤漆的主力 在尾灯的部分呢 也是采用LED光带式的尾灯 但是红色的部分 下半部的部分 白色的部分还是一般的灯泡 保险杆的部分是全新的设计 那和前面一样 防挂的材质 它采用更细微的压花的处理 那下半部和车头一样 都是有搭配 银色涂装的试板 电动尾门是S车型的标配 那打开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新型箱的容积 厂商公布的数值呢 是520公升 那如果你对照 同样是日系的 Raffle的话 它会稍微小一点 因为Raffle呢 是大概580公升 那跟CRV比起来的话 它也会稍微比较小一点 但是它做得非常方正 而且机能性是算还蛮强的 那左右的两侧 都有一个遥控的按键 那遥控按键呢 按下去之后呢 可以直接把后座椅背打平 而且这平整度算是不错的 那左右呢 都各有设计两个挂钩 这挂钩的数量还蛮多的 而且下方也有总共四个的 行李箱的固定的装置 好那在左侧的话 也有一个12伏的电源 所以机能性算蛮强的 那当然它也有附赠后杖板 在底板当然它SUV的设计 所以它的开口感觉 也不会太低 但是呢 它的平整性是不错的 底板打开来之后 我们也看到下方 有用保力龙隔出 很多细索的空间 可以来做利用 但比较令人惊讶的是呢 这保力龙 拿掉之后 里面居然还有实体备胎 那虽然是小尺寸的 但是 和现在很多指腹打气机 这个做法是不太一样的 好我们现在坐在Forester内装 那小改款之后 其实改变也不大 和原来的五代车型 是几乎是一样的 那五代车型呢 其实它是非常日系的车 所以我们从外观的设计理念 和内装的设计理念都可以看得出来 日系的感觉非常的浓郁 以用料选材来说的话 仪表台几乎全部都是软的 门式版也是 而且做了非常多的层次 那整个操作界面来说的话 也是很日系 看起来感觉还蛮传统的 比如说中间的这个触控萤幕 车载系统的话 它是8寸的触控萤幕 也有繁理中文化 那当然也保留一些实体案件 那上方的话 它还有一个长条形的萤幕 那这个萤幕呢 主要是控制一些资讯 比如说越野资讯 它会给你一些倾角的资讯 然后空调的操作的资讯等等 都在这上面 所以它是上下两个萤幕的 但是它不是采用触控 也不是在车机里头做这些控制 所以你看起来 好像跟现在的时代 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用习惯的话 你会觉得说 这个可能会比较简单好用 然后也可以营造一些 不一样的感觉 那再来我们来看仪表 仪表就很传统了 仪表是两个大圆 就是传统的指针类比式仪表 但是中央有一个直立的 4.2寸的彩色萤幕 所以虽然不是全虚拟的 但是它该给你的资讯都有 而且细部上 它的界面做得还蛮漂亮的 比如说它中间有A-LUS的作动图 你踩刹车的时候 它刹车灯还会亮呢 所以日本人就是很注重这种 细微的地方 那整个规划来讲 我觉得有点有趣的就是 你看起来中央的萤幕是中文的 上面有一些中文 但是你进入第二层之后 你会发现只有一个叫做 按住info按钮 你选择画面这是中文的 其他都是英文的 那中间就是英文的 所以这应该要全部整合的话 应该会更好 那方向盘也是三幅式的 有包覆真皮的材质 你想要什么上面都有 换挡拨片 ACC的控制钮 甚至还做了行车模式的切换键 S跟I 你可以直接从方向盘上按 然后右边是音响的控制键 还有电话的控制键 那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一些资讯的控制键 做在下面 那下面再来看 空调就是双区恒温空调 那是实体的按键 那你要看上面这个萤幕来做操作 调整温度风量等等 都看上面的萤幕 那下方的话下方是排档杆 传统的机械式的排档 那手自排的功能呢 也这个排档杆上不能操作 它只有切换钮 第一往左切换的时候 变手排模式呢 是用换挡拨片 进行换挡 后方的话是苏巴鲁最大的特点 X mode 那这个X mode操作也非常有趣 你看它如果它有Snow模式 它转过去之后呢 它的上方萤幕就会自动出现擒角表 包含前擒后擒 那这里旁边也有一个按钮 就是View 这个View也有意思 你按下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右前方 右前方是一个视觉直角 按下去之后 它有一个镜头在右后照镜 往前 一般360度环境都是往下 或稍微往后一点嘛 它是往前很特别 画质还算蛮细腻的 那X mode的按钮旁边 它是auto后 还有电子手刹车 那讲到置物空间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个车的强项 它很多中间可以放手机 然后两个开放式的杯架 容积也可以做调整 那后方还有一个小空间 可以放一些东西 扶手打开之后呢 里面还有空间 而且里面有12V的电源 那12V电源总共两个 这里一个 那USB的话是一个 那左侧的话也有一排 一排按键全满的 包含了一些带出熄火啦 盲点的开关啦 等等这一些 那前面两张座椅 S款来说的话 都是电动的 这一点是不错的 但比较可惜的是 如果它再加入通风的话 我想应该会让它产品更有买点啦 但是呢虽然没有通风 但是驾驶座有两组记忆 这个我觉得也不错 甚至遮阳板呢 它都有衍生的遮阳板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实用 但很少遮阳 目前看到同龄车 应该只有Tucson L 而有这个设计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坐在车内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镜头在看你 你知道吗 它镜头在这个地方 它会对照你脸部的特征呢 去做疲劳提醒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它也可以当你进入车内之后 自动帮你调整一些相关的设定 比如说座椅的设定等等 然后它的盲点呢比较特殊 是跟VAG一样 坐在后照镜的基座上面 这个我觉得辨识率是高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到这台车的后座 轴距2670 坦白讲在中型SUV里面 不算特别的长 但是营造的空间感 以它的轴距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 纵向的空间很宽敞 那座椅也有架高 所以脚部的空间也是OK的 那座椅呢比较可惜 没有办法前后 也没有办法做椅背的角度调整 所以坐姿算稍微挺一些 但是椅垫的长度是够的 再加上脚部空间够 所以乘坐起来算是舒适的 就稍微挺一点 那当然中间的隆起有 但是不会太高了 所以第三排坐起来还算可以 那细部的规划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座出风口当然有 然后也有两个2.1安培的Type-A的充电座 那前面两张座椅的椅背呢 它的地图带很特殊 除了传统的地图带之外 还有坐两个侧带 应该可以放放手机等等 那中间扶手有的打开之后 位置适中然后它的宽度是中等 那比较令人压抑的是居然有做钢琴烤漆跟 金属的框式所以只看你的细部表现 算是还蛮不错的 那后座第三个安全带的话是双扣式的 天窗的话它没有全景天窗 但是Subaru Florester的天窗一向都非常的大 所以它这个天窗呢 是已经超越了前座了 来到后座一点点了 虽然不是全景的 这一次Florester的小改款呢 很可惜 还是没有大家想要的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动力呢也没有太大的更动 一样是呢水平对卧的四缸引擎 汽油的自然进气引擎 排气量呢1995cc 那搭配CVT的变速箱 有首次排的换挡系统 最大马力156p在6000转的时候产生 最大扭力呢则是20公斤米 在4000转的时候产生 和以往都是一样的 那一律标配四轮传动系统 那当然它搭配四轮传动 动力数值又不是很大 所以它的油耗表现呢 就是和一般二轮传动的有一些差距 但是也有13.8或13.5的数字 好那实际上开起来呢这个引擎 虽然动力不突出 但是在四驱开起来算轻快 我认为这一具变速箱 CVT的变速箱它齿比设定不错 反应也算快 所以虽然动力不大 但是四驱在开的时候是轻快的 你要达到理想的速度 而四驱大概五六十六七十 其实反应不算慢 但是呢会在爬坡或者是比较高速的时候 然后出现比较不是那么充沛的状况 当然这个都是相对性的比较 如果你是比如说从以前十几年前的 CR-V Escape Tribute这种车换到这个车的话 你会觉得还好 好像还比较轻快一点 但如果你跟现在的同行车相较的话 当然对照CR-V的小排量的涡轮增压引擎 或者是甚至KUGA 这个钱大概可以买到KUGA ST9 这个动力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大概差了快100匹了 所以当然你看跟什么车比 但它是进口车嘛 进口车的话你如果和CX-5相比的话 CX-5用的动力单元跟它比较接近 都是自然进气的2.0升引擎 那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动力 在自然进气引擎的足气里面 也不会算是太美丽的 但因为这种引擎动力稍微小一点 所以它连带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油门 有时候需要动力的时候才比较深一点 所以当然引擎的转速拉上来之后 它的整个引擎的噪音会稍微大一点 会比较明显 这个是必须要老师讲的 但是它的优点在哪里呢 现在这个优点我觉得在于非常日系的感觉 而且它提供了很多日系车没有办法给你的东西 比如说安全的信赖感 它是给的算满足的 四轮传动 水平对货引擎重心低 所以开起来的时候稳 但是这个悬吊又不会太硬 悬吊是传统日系车的感觉 就是很soft 舒舒服服的 但是很奇怪 它开高速的时候不会飘 然后开 然后在过弯的时候 那个侧倾不会大到令你说完全没有信心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归功于苏巴鲁的特色 就是它的低重心的水平对位移情 以及它的四轮转动系统 操控性倒不兼得 因为这个转向虽然说小改款之后 原厂转身转向系统和悬吊系统都有优化过 转向系统的话会变得比较锐利一点 但是实际上看起来 你如果跟欧系或者是韩系的重心SV比的话 我觉得操控的转向的指向性 还是没有那么样的锐利 但是稳定性是很高的 再回过头来讲 虽然说没有性能号召那一块了 但是安全 还有纯日系的感觉 还有妥善率等等这一些 我认为应该都还是有它的死忠的支持者 这车撇除掉动力帐面数字比较弱 撇除掉这个之外 其实你日常用起来 我觉得这是会算开心的车 这台车我觉得有缺点当然有 第一个我觉得设计比较老派 就是无论是外形跟内装 当然老派不见得坏 就是你适合不同样的族群 有些人可能很喜欢 那质感是做的还不错的 我必须老实讲 那第二个是动力真的是 跟对手比起来是比较不是优势 就比较弱 但是够不够也很够 大概这两个主要的 我觉得比较大的弱势吧 所以选车看你怎么选 那Forester的话 我觉得可以满足到一部分人 但是你现在规格的设定 势必不会是一个很大卖的车子 必须老实讲 如果有涡轮加引擎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车我建议什么样的人来买 建议你很喜欢日系车的人 你来买这个车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试驾的心得了 你对载车有什么样的看法 也都欢迎利用底下留言 跟我们做双向的讨论 我是小旭 我们就下次见了 别忘了订阅我们频道 拜拜 我一直觉得苏巴鲁的车主 是一群很特殊的人 他们对某方面有一些特别的坚持 想法呢 不能说很特立独行 但是也跟一般的普罗大众 有一些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才会选择这样的车 各位新世代的KUGA 以及FOCUS车主注意咯 我们的COPIA 360虽然方便又好用 但是你知道它还可以 持续在优化升级吗 由7 Car Shop所独家研发设计制造的 Sable 2 Plus优化研究套件 已经正式上市咯 现在就立刻上网搜寻7 Car Shop 指名参观选购 让我们的COPIA 360 更智慧 更方便 更安全